游城时代有多狂 不光笔试迟到30分钟 还敢正大光明地打瞌睡 美其名曰理论不重要 实战打牌是王道 正好学院进了批西游卡 就在大家激烈的争抢中 老库买走了全部西游卡 送给万丈目增强卡组 然后经过老库的操作 将时代考试的对手更改为万丈目 于是打牌搞起 时代终于先攻了 首背召唤黏土人 简单结束回合 轮到万丈目 发动万宝锤 效果将卡手的牌放回卡组 然后重新抽卡 并且激励呱拉一大推 就可以再次发动万宝锤 再继续换牌 然后召唤V砍弃虎 然后发动前进基地 可以每回合从手牌召唤一只四星怪兽 召唤W弹射飞翼 并且因为都是磁石怪兽 所以可以进行合体 召唤VW弹射 而且这只骚怪兽也有效果 通过舍弃一张手牌 改变对方怪兽的状态 于是攻击800的黏土人站起来了 万丈目大手一挥 海马集团的导弹就开始发射 瞬间摧毁黏土人 时代生命值急速下降 开局急逆风 但时代不慌 召唤闪电侠采取守备状态 然后盖牌结束回合 轮到万丈目这个骚男 召唤X加龙炮 接着因为前进基地召唤Z底座 然后翻开火死人的护身 可以复活目的的一只怪兽 选择的是弯龙头 我靠赖皮 你目的什么时候进过怪兽 万丈目裹断装龙 让XYZ进行合体 召唤XYZ神龙炮 面对两只合体怪兽 时代稳如老狗 但接下来他慌了 因为万丈目让合体怪兽进行合体 变成VWXYZ弹射钢龙炮 因为攻击提升比较少 所以他有特殊能力 可以每回合除外一只怪兽 这造型比社长的年代浮夸多了 怕不是也没洗牌 万丈目刚想攻击 时代紧急叫停 发动英雄参舰 效果让对面选择一张卡 选中的是怪兽就可以直接召唤 万丈目选择左边第一张 没错 时代有欧皇属性 特殊召唤爆裂女郎进行守备 但万丈目表示钢龙炮还有效果 可以更改对方怪兽的状态 钢龙炮胸口发射激光 直接搞掉爆裂女郎 时代所写一签 现在时代陷入绝境 于是觉醒硬卡技能 硬好了